路透社报道,截至周一晚间,支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取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党代表已经超出所需人数。 或于质疑其年龄与健康状况的压力,周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并公开支持其副总统贺锦丽出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决。 根据美联社所做的非官方调查,贺锦丽已经获得2538名党代表支持其角逐总统大位,远远超出在几周后的投票中获得提名所需的简单多数1976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海米·哈利森周一表示,该党将在8月7日前公布总统候选人。 党代表仍可以在8月7日前改变心意,但在美联社的调查中,其他人都没有获得任何选票,另有57名代表称他们尚未做出决定。